共和党这是在这十个州当中 最起码可以翻转三个席位 这就已经超过了 共和党翻转两个席位 就可以夺得国会多数议席 这个目标 只要国会参众两院 掌握在共和党的手里面 哪怕是选举当中 万一出现了大家惊讶的结果 贺锦丽赢下了总统大选 贺锦丽要想推极左政策 要想推一些改变 美国民主基础的政策 恐怕也是一个 非常难跨越的一道障碍 就是国会掌握在 共和党的手里面 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2024美国总统大选年 应该说是美国大选年 除了选总统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更加重要的选举 包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要改选 众议院我们知道 435个席位全部都要改选 每两年一次 而参议院是每六年 就是一个参议院的任期是六年 所以每次选举 参议院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席位要改选 那么今年除了总统大选之外 还有34个参议院的议席要改选 其实今年的总统大选年 无论是总统选举 还是国会选举都非常重要 如果川普在2024大选当中获胜 而共和党不能够掌握参众两院的话 那么川普上任之后 要进行的一些改革 要实施的一些政策 恐怕都很难实施 比如说他第一个任期 想推翻奥巴马健保 就没有办法推翻 因为参议院共和党人 投下了关键的反对的一票 所以说今年总统大选 我们除了关注总统大选 到底谁胜谁负之外 参议院众议院的改选 也非常重要 哪怕是贺锦丽当选为总统 只要参议院众议院 掌握在共和党人手里边 贺锦丽要推一些荒唐的政策 也同样会面临重重的障碍 所以参众两院的选举都非常重要 民主党今年对参众两院选举也很重视 因为外界普遍认为 共和党很可能会在今年的选举当中 尤其是在参议院 共和党可能会变成多数席位 那么所以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 在9月16号宣布要投入2500万美元 要保住参议院的多数地位 2500万美元应该说在美国大选年来说 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 但是这次民主党人重点投放在10个州 这10个州恐怕是在今年参众两院的选举当中 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当中 今年有34个席位改选 其中11席属于共和党 21席属于民主党 还有两席是独立人士 总体来说现在形式是这样 共和党的11席相对比较稳定 就是民主党要想翻转的不容易 而21席的民主党的议席当中 共和党要翻转的大部分也不容易 但是关键在两席所谓的独立人士 这两席的独立人士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共和党大概有非常大的机率 我个人认为超过80%以上的机会 可以翻转这两个席位 为什么说这两个席位共和党能翻转呢 这两个席位原来的参议员都是民主党人 后来都退出了民主党 因为他们跟民主党在理念上 可以说是有诸多的不和 而他们退出民主党之后 在目前的民调当中 原来的民主党的选民就不支持这两个人 那么所以这两个人如果再选下去呢 恐怕很难能够获胜 所以这两位原来民主党 后来变成独立人士的参议员呢 干脆就放弃了竞选连任 那么所以这个两个席位的选举呢 又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垒 我们先来看看 华尔街日报跟国会三报 他们的分析是怎么样的 这两家媒体分析指出啊 民主党今年的参议院选情相当的不利 多数的改选的选区呢 是川普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 虽然川普败了 但是川普在这些选区呢获胜 就是拿到了这些州的选举人票 共和党现在只要多赢两席 就可以重新掌握参议院的多数议席 我们刚刚说了 光是那两席独立人士的 80%以上机会会被共和党人翻转 那么所以呢 这两席基本上就确定了共和党 很有可能在下一届国会参议院 成为多数党 所以说民主党现在基于保住 他的席位的话呢 他就要在这十个州里边 在这次改选的34席 尤其是 独立人士还有民主党的席位 总共23席的席位当中呢 他要完全保住 不然的话呢 共和党只要翻转两席 就可以变成多数党 所以这2500万美元呢 分别放在十个州 包括亚利桑那州 内华达州 密西根州 威斯康星啊等等这些 基本上是摇摆州 除了像蒙大拿 还有这个佛罗里达 德克萨斯 这些属于红蓝色彩 比较清晰的州之外呢 其他大部分都是所谓摇摆州 那么现在最有可能翻转的 两个独立人士席位 第一个呢 就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 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多次讲过 曼清 曼清原来是民主党人 但是呢 在能源政策上呢 他跟拜登政府格格不入 因为西弗吉尼亚州本身 就是个传统能源的大州 所以呢 在民主党拜登政府 推动的很多政策方面呢 曼清是跟民主党的同僚 是对抗的 所以呢 曼清后来干脆就变成了 这个独立的人士 退出了民主党 但是他虽然退出民主党 他也没有站到共和党的一边 这样的政治地位 让他非常尴尬 所以呢 曼清干脆就决定今年退休了 所以说 今年挑战这个 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席位的 是共和党人 贾斯蒂斯 贾斯蒂斯呢 曾经当过西弗吉尼亚州的前州长 因为他现在已经任期到了 所以他改选参议员 所以以他这个州长的身份 他翻转曼清这个席位 把他从民主党席位 变成共和党人席位呢 基本上是 可以说十拿九稳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一席呢 非常的有把握 除此之外呢 还有蒙大拿州 蒙大拿州的参议员 现任参议员是泰斯特 泰斯特呢 其实已经在蒙大拿州 当了好几任参议员了 但是呢 泰斯特最近呢 他有个很奇怪的表现 就是他在边境问题上呢 跟民主党政府的官员呢 针锋相对 因为边境问题呢 已经令到很多美国的选民 对民主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泰斯特为什么会 对民主党同僚 在非法移民问题上 针锋相对呢 甚至他跟很多内阁 拜登政府的内阁官员 都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他就是想用他的 跟共和党比较接近的 非法移民的政策 来吸引选民继续投票给他 但是问题是 这种做法有没有效呢 挑战他的是共和党人西医 西医没有什么深厚的背景 但是因为民众 对拜登政府的 非法移民政策的不满 这个席位会不会翻转呢 我觉得大概是五十五次的机会 因为过去共和党人 在蒙大拿州呢 并不是有这样的 很大的这个优势 川普在这个州 目前的支持率呢 超过了 就跟民主党对比呢 超过了有十六个百分点 那么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西医这一席位 能不能翻转呢 我个人觉得五十五十 好 接下来另外一个俄亥俄州 俄亥俄州 我们知道 在川普任内呢 他从一个摇摆州 基本上变成一个红州 俄亥俄州 大家听起来非常熟悉 对不对 因为川普现在的 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就原来是俄亥俄州参议员 按照美国的法律 像万斯 他成为共和党的 副总统候选人 如果他当选为副总统的话呢 万斯这个席位 可以由共和党人指定 其他人来顶替这个席位 所以万斯这个席位呢 基本上是稳定的 因为万斯是两年前当选的 所以这个席位理论上 还有四年的时间 掌握在共和党人手里边 俄亥俄州现在的 民主党的参议员呢 是布朗 布朗现在正面临 共和党人莫雷诺的挑战 布朗已经连续四次连任了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俄亥俄州 由摇摆州开始 转成红州 共和党人的力量越来越大 再加上万斯的影响 那么所以这一个席位 会不会被共和党人翻转呢 我个人认为超过了六成的机会 这个席位会翻转 接下来呢 就宾夕法尼亚州 宾夕法尼亚州 在总统大选当中呢 算是摇摆州 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就是共和党人麦康纳尔 曾经被问过 共和党在参议院选举当中 看好哪个州 你猜猜看 麦康纳尔看好哪个州 大庄家赌场度假春 同仁公祝 各位中秋节快乐 财运亨通 万事如意 你猜猜看 麦康纳尔看好哪个州 麦康纳尔居然看讨宾州 其实从宾州 现在内部民调看来 无论是在地方 和国会的选与当中 民主党人都大幅领先 共和党人 所以我实在不知道 麦康纳尔为什么觉得 宾夕法尼亚州 共和党人 有可能夺下民主党席位 我觉得这个席位 共和党人翻转不了 应该还在民主党人手里边 接下来比较 竞争比较激烈的 内华达州 内华达州这次受到挑战的是 民主党的参议员罗森 罗森长期 一直被认为是 共和党非常难以战胜的对手 多数调查显示 这个州的选情十分激烈 过去罗森很难战胜 不代表今年很难战胜 不要忘记 内华达州也是一个摇摆州 也是靠近边境的州 它也受到很多 拜登政策的困扰 所以说 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 最近做的民调 似乎罗森并不是不可战胜 因为他现在跟 共和党的对手 打成平手 而爱莫森学院 和国会山庄报的调查 罗森领先的优势 大概有八个百分点 那么所以说 内华达州这一席 我觉得也是处在 五十五市的机会 威斯康星州 我觉得就很难了 为什么呢 威斯康星州 这次受到挑战的是 民主党的参议员 威斯康星州的政治局面 非常的奇怪 威斯康星州 跟美国其他州一样 有两席的参议员的席位 那么由共和党 和民主党的各拿一个 为什么说 威斯康星州的政治局面 非常特别呢 共和党和民主党 在这个州 各拿一个参议院的席位 但是这两个人 一个被认为是极左派 共和党的参议员 被认为是极右派 据说共和党的这位参议员 在国会表决的时候 媒体经过统计 他91%的投票倾向 都是倾向于强硬的右派 就是所谓的极右派 而民主党的参议员 在国会投票当中 95%都是支持极左的理念 所以说威斯康星州 目前处在一个 政治左右严重对立的状态 那么所以 无论他在总统大选当中 他是个摇摆州 在参议员的选举当中 也是一个很难决胜负的 一个地方 威斯康星州 这是受到挑战的 是民主党的参议员鲍德温 所以鲍德温 原来在过去的选举当中 优势很大 但是今年 除了有拜登执政 这几年对威斯康星州 民众的生活 所造成的影响 会不会令到民众 改变他们的政治意愿 还有在总统大选当中 现在贺锦丽取代了拜登 贺锦丽能够说服 威斯康星州的选民 支持民主党吗 所以 这是威斯康星州的选举 是最令人难以捉摸的 无论是总统大选的票 还是国会参议院的票 都很难决定胜负 如果威斯康星州 你让我判断的话 我个人感觉 恐怕民主党 还是能保住参议院的席位 接下来 比较特别的是亚利桑亚州 刚才我们说了 有两位民主党的参议员 退出了民主党 一位就是曼清 另外一位呢 习纳玛 习纳玛在一些政见方面呢 跟民主党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比曼清还要大 这里边既涉及到 拜登的内政政策 也涉及到拜登的 非法移民政策 所以呢 2018年 习纳玛当选为 民主党的国会参议员 习纳玛呢 有点特别 她是在亚利桑亚州 第一个女性的参议员 并且呢 她也是一个 民主党第一个 承认自己双性恋的参议员 所以呢 应该说习纳玛过去 她的政治色彩呢 是个比较极左的 这样一个形象 但是在后来 当了参议员之后呢 她好像觉得很多政策呢 似乎她会跟民主党格格不入 包括非法移民的政策 包括一些 美国民生内政的政策 所以呢 习纳玛最后退出了民主党 习纳玛在亚利桑那州 她的支持者呢 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左派 所以呢 她一旦退出了民主党之后呢 她的民调 她的筹款都急速下降 所以习纳玛呢 干脆就放弃了竞选连任 那么在习纳玛退出民主党之后呢 民主党人就知道 未来亚利桑那州 国会参议院这个席位的选举 将会非常重要 决定了民主党在参议院里边 能不能获得多数席位 所以当时民主党迅速 就退出了一个人 跟习纳玛竞争 现在习纳玛退出竞争之后呢 她就又变成了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强之争 那么现在共和党推出的 候选人是谁呢 雷克 雷克这个人呢 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 因为呢 雷克是一个坚定的川普的支持者 2022年呢 他曾经代表共和党 在亚利桑亚州竞选州长 但是最终落败了 他是以0.4%的 这个非常微弱的这个劣势 落败了 那么在落败之后呢 他还对这个选举的结果呢 发起了这个司法诉讼 那么当然最后呢 也没有成功的翻转 所以他现在代表共和党 参加这个参议院席位的选举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一席呢 应该说共和党 有很大的可能会推翻 民主党原有的席位 也就是西纳玛的席位 但是呢 他也存在变数 这个变数在哪里呢 雷克的色彩太过明显 而亚利桑那州呢 是个摇摆州 那么所以摇摆州的选民 怎么看一个政治色彩 非常明显的这个雷克 他未来在这个选举当中 选民会不会把票投给他 这里边呢存在着一定的隐忧 雷克这几个月时间呢 他的一些政治理念呢 也开始向这个中间靠拢 比如说在堕胎政策上 他开始向中间靠拢 也就是同意说 有一些情况 是可以作为特殊情况 允许堕胎的 比如说强奸怀孕啊 比如说乱人怀孕啊 那么雷克现在在民调当中呢 显示出他跟民主党之间的对手呢 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而亚利桑那州在2024的总统大选当中 也是有可能让川普在这里拿下选举人票的一个州 也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几个摇摆州之一 所以根据目前亚利桑那州的民调的状况呢 我个人认为 雷克很有可能在亚利桑那州翻转民主党这个席位 那么如果西纳玛的席位被翻转了 如果曼清的席位被翻转了 加上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很有可能翻转的 一般认为共和党这是在这十个州当中 最起码可以翻转三个席位 这就已经超过了共和党翻转两个席位 就可以夺得国会多数议席的这个目标 所以说现在大家一般认为 无论总统大选结果怎么样 共和党在参议院夺得多数席位呢 是一个很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一定有些朋友问 那你总是讲共和党翻转民主党的席位 那民主党难道就不可能翻转共和党的席位吗 不是说不可能 看起来比较难 我们从民主党觉得有可能翻转的地方 我们就知道民主党的心目当中 今年如果要想在共和党 11个拿出来选的席位当中翻转的话 有多么的难 现在民主党投入的 就我们刚说2500万投入地方的 其中就包括了德克萨斯州 还有佛罗里达州 佛罗里达州跟德克萨斯州 是不是大家认为传统上是共和党的地盘 其实呢 这两个州各不一样 佛罗里达州原来是被 视为这个摇摆州 但是呢 这几年呢 佛罗里达州已经变成了一个 应该说比较偏共和党的红州 德州呢 过去是共和党的铁银盘 但是呢 这十年八年 大量的民主党人移居到德州 包括我们加州的很多企业 因为受不了加州的政策 所以搬到了德州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企业搬到了德州 他们就会变成共和党的支持者 他们带到德州去的很多企业的骨干 本身在加州就是铁定的民主党支持者 所以众多的加州大大小小的企业搬到德州 反而改变了德州的选民结构 让德州现在已经靠近一个摇摆州了 所以呢 今年的大选 民主党人觉得可以翻转共和党的席位 居然把目标又放在了德州和佛罗里达州 一个从摇摆州变成了红州 一个从红州渐渐向摇摆州靠近 那么当中 共和党再是两个州呢 各有一个席位今年要选一个是克鲁兹的席位 一个是斯科德的席位 这两个席位我们如果有关注美国政治 你应该会知道 克鲁兹虽然说在共和党内他不算很资深 但是克鲁兹是经常在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共和党党内初选 克鲁兹都被传出来 有意去竞争这个总统候选人这个职位的 所以说克鲁兹是一个比较在政坛上 在共和党内有影响力的一个政治人物 民主党能够翻转克鲁兹的席位吗 克鲁兹的席位是在德州 而我们知道众议院的选举跟参议院不一样 我经常说我们在加州的共和党支持者 不要弃累 在大选当中一定要投票 你未必能改变总统票 你未必能改变参议员的票 但是你能改变众议员的席位 因为众议员他只在一个选区当中 这个选区的选民相对比较少 参议员选举不一样 参议员是跟选州长一样 在全州选 所以参议员这个票是全州的选民投票 那么从全州的民调数字来看 现在克鲁兹还有相当的优势 所以民主党人想挑战这个位置 恐怕不容易 而斯科特在共和党内 他的地位 他的影响力 跟克鲁兹相比会更加小 因为克鲁兹毕竟多次 在共和党内试图参加 总统提名人的初选 所以他的知名度很高 而斯科特的知名度不太高 但是斯科特同样也是坚定的川普支持者 那么受惠于弗洛伊达州 现在正在逐渐变成一个红州 这样的形式 所以说斯科特跟克鲁兹这两个席位 应该是相对的稳固 那么我们说 如果民主党认为这两个位置 是他们心目当中 共和党最脆弱的位置 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共和党今年这11个拿出来改选的参议院的席位 民主党人想拿下来并不容易 所以说2024总统大选 我们除了关注川普和贺锦丽之争之外 我个人觉得国会参众两院也非常重要 只要国会参众两院掌握在共和党人手里面 哪怕是选举当中 万一出现了大家惊讶的结果 贺锦丽赢下了总统大选 贺锦丽要想推极左政策 要想推一些改变美国民主基础的政策 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难跨越的一道障碍 就是国会掌握在共和党手里面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